在世间 生命流逝乃人之常情 火葬场是人生的最后一站 这里是人人都惧怕的地方 来到这里就意味着 不是你的亲人往生了 就是你的遗体在火化 遗体送进去 再出来的时候就只剩骨灰了 遗体火化过程是怎样的 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 下面我们来看看 遗体火化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告别仪式 仪式结束后 遗体将被火化 为了闻名卫生火化 遗体都装入一次性的包装盒中 包装盒随遗体一同火化 用于火化遗体的炉子 按科技含量高低 分为普通炉和绿色火化炉 带遗体进去后 就是遗体火化过程的第二步 遗体火化的时候 是穿着全套兽衣 被钦覆盖着的 有条件的还放入一次性棺材里面 火化的时候 把遗体放在传送带上 按动电扭 遗体就被传送带缓缓送入炉塘 然后炉门自动关闭 火化机内部有燃烧机 通过柴油喷火进行焚烧 上面有个鼓风机吹风进去 确保里面完全是纯氧气 燃烧充分 下面是抽风机 把烟尘抽出去 通过烟筒 排到户外 当然 如果火化机更先进 就基本上没有烟尘了 火化的时间 一般一个小时左右 现在的火化炉 是从200度开始升温 第一阶段 是烧纸棺 和人体衣物和脂肪 这个阶段的最佳燃烧温度是 400到500度 第二阶段是燃烧人体的肌肉 器官和血液 最佳燃烧温度是600度左右 第三阶段是燃烧骨骼 这个阶段会将温度调到800到900度 这种火化 是最经济 省燃料的火化模式 火化后 人工将骨灰勾出 丧家可以戴上一次性的卫生手套 用特制的筷子 为亲人纳骨 接着 工作人员就会用 小薄器装好 倒入骨灰盒中 当然 只是象征性的装一点 其余的都倒掉了 如果全装的话 三个盒子都装不完 之后就是举行葬礼的问题了 葬礼是人一生当中 最后一项礼仪活动 其主要功能是 寄托生者的哀思 以及预助往生者灵魂得到安息 还有教育下一代的功能 这些丧礼活动的精神 有很多都是和中国佛教教义暗合的 佛教是中国历史上 有重大影响的宗教之一 其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 宗言山师曾经告诫世人 生并不可喜 往生并不可悲 因为二者原本即使 一体两面 其实质是一样的 往生并非生命的终结 它只是生命无限轮回的 一种转换状态 预示着新生轮回的即将开始 这段话形象地产示了佛教的生命观 这种生命观与古代早有的灵魂不灭观念 勿谋而合 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活在另一个时空之中 佛教传入后 这种灵魂说与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观念相结合 在今天看来 其固然与我们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冲突 有失科学性 但它却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丧葬习俗 有些地区虽然并非佛教传播非常广泛的地区 但就具体丧俗而言 受佛教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 七七追见 在古周礼中 丧葬礼之中 关于祭祀灵魂的遗节 有 于记 足枯 秤 小祥 大祥 坛 近代以来某些地方 除吸收了这些移习节中的部分内容之外 还特别重视 往生者的七七祭祀 这与佛教的传播 有着密切的联系 七七追见 又称七七斋 水路斋 原是佛教法令之一 后来延伸为 佛教信徒的丧俗 佛教教义认为 人往生后 转世以七日为一期 至第七个七日 必生一处 称为七七 因此 因此 人往生之后 每个七日要祭祀一次 丧家要栽僧 诵经 为其超度 往生者便会因此而得到超生 佛教这一教义 与中国人传统的灵魂观念暗和 因此 迅速被人们所接受 并传播开来 人往生之后 每隔七日为一期 设斋 祭奠灵魂 并为其诵经祈福 先后举行七次 共四十九天 仪式结束之后 往生者灵魂便可顺利超度 而不致堕入地狱 这一活动在民间 便被称为 七七追见 这在丧礼中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其目的在于超度往生者 以免其罪过 而往生善道 也是出于对超自然力的 灵魂的敬畏 避免其 作祟于生者 而祈求往生者灵魂的安息与护佑 民间已七七追见 超度灵魂的习俗 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 研制唐朝 此俗开始流行 宋代 以降 则更成为 丧礼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至近代 其最终流变成了通行的民间 作妻习俗 安葬后 要按妻上坟 男往生后 每六天为一妻 女往生后 每七天为一妻 大多数在一妻 二妻不上坟 一般在五妻十妻去上坟 五妻是大妻 孙男嫡女接去 每七均到墓前 焚香画址 直到时期 这一习俗深受佛教教义影响 并在境内广为流行 二 居三百日不剃头 受佛教影响 旁五代时期 曾经 丧葬离世中出现了百日斋 一年斋和三年斋 既在往生者离开百日 一周年 三周年 所进行的祭祀活动 后来 这些祭祀活动逐渐又与佛教传说中的 十殿阎望 结合起来 称为 十王斋 这些斋仪的意志 主要在于 通过祭祀活动 使得往生者 免受地狱之苦 顺利轮回超度 其中的百日斋 传承至今 逐渐演化为 烧百日 祭祀风俗 百日这天 往生者的亲属 也要上坟祭祀 为之 烧百日 在百日祭之前 为表示哀痛之情 往生者 至亲 渡门谢客 不问世事 同时 后代子孙 为表示虔诚 一般在百日之前 不修边福 一心守孝 逐渐演变出 百日不剃头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今天 仍然广泛流行 三 请僧道 诵经超度 回来 南北朝时期 请僧人 做斋妻 百日斋 超度往生者 使其求得生源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仅烧妻 烧百日 由僧尼 诵经修斋 整个丧葬过程 都请和尚 做佛事 由于佛教来自天竹 他所倡导的斋期 百日斋 总不是正统的 丧葬礼俗 并没有成为 广泛流行的风俗 尤其是 尊崇 儒教的 士大夫之家 对做佛事 往往心存 顾忌 但尽管如此 近代山东烧漆 烧百口 可以说是 家家奉行 而言 僧道 诵经修斋 也远比 前代 更为流行 四 中元 祭祖 中元节的别称 于兰盆节 则是受到佛教 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于兰 译为 道玄 是凡与 阴义 盆是佛教 盛放贡品的器皿 于兰与盆 合称之后 其 意为 解救 道玄 佛教认为 于兰盆 可解救 亲人的 道玄之苦 据佛典 博说 于兰盆经 记载 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的 穆莲 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在得道六通之后 用道眼看到自己的母亲 在恶鬼道中 十分痛心 于是就给母亲送去一碗米饭 但母亲刚将米饭送入口中 便化为火炭 看到母亲受到的折磨 穆莲更加伤心 便向佛祖求情 佛祖被穆莲的孝心感动 让她于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 用鱼兰盆 呈美味 真诺 供养十方大德 积得十万众僧 微神之力 帮助穆莲的母亲 从道玄之苦中 解脱出来 佛教为纪念穆莲旧母 便开始举办 渝兰盆会 将每年七月十五日 定为举行超度历代宗亲的 佛教节日 民间的中原节 与佛教徒的渝兰盆节 无疑是有着关系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 渝兰盆会 因其与中国传统 孝亲观念 祭祖文化 相和 而大受欢迎 南北朝时期帝王 既重儒学 又重佛教 在佛教文化的 会通交融中 因孝亲而共佛的 余兰盆会 在中国民众中 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持 成为僧俗 孝敬祖先的民俗 明清之际 于兰盆节的佛教正统意义 在民间更为淡化 演变为 五度灵魂的鬼节 中原节 并以祭祖 建心 为主要仪式 流传至今 在中国 儒家传统 孝道观念 与佛教教义的 教会融合之中 中原节的核心意义在于 祭祖和超度灵魂 这是对远古时期 留下来的 祖先崇拜习俗的传播 中原节 是一个全民性的节日 活动内容多样化 但主题 却都是围绕着 往生之人进行的 早先 民间中原节这一天 大多数人家 都会祭祖扫墓 也有将祭扫 于放河灯 兼而行之者 祭扫地点 有祠堂等家族 举行活动的场所 同时 于坟墓 祭扫 也是一个重要的 结俗活动 祭祖所采用的贡品 以石令瓜果 和咬酒为主 也有地方 以宿传祭先 中原祭祖 所祭之祖 一般都在 五福范围之内 祭仪式 一般由家族中的 男性长辈主持 在进行祭祀活动时 大多数村落 一般是由 本家 五福之内成员 联合操办 也有部分村落 由一家一户 单独操办 祭祀所用祭品 由各家共同准备 在长兄操持下 到家族墓地 焚纸烧香 贡献祭品 佛门当中提倡火化 它的意义在于 重视当下的自在 与解脱 而传递出来的 一种洒脱的态度 世人所拥有的种种 无论是财富 名利 眷属 荣耀 这些都是带不走的东西 但是 如果我们能够 找寻到自己的洒脱 在有生之年去完成 有生之事 便好了 到了人生的终点 可以毫无遗憾地 潇洒作别 这就是佛门 面对生命 真实的态度 听说人在火化时 会发出惨烈的哭喊声 难道说人死了 还会感觉到疼吗 关于火化炉里的传说 历来被传的五花八门 各种新奇诡异的版本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逝者的身体被火化时 发出哭喊声 这究竟是夸大其词 还是确有其事 肉身孝亡后 灵魂又去了哪里 高僧一语道破天机 V 人是怎么火化的 一 死亡之后 大部分的家庭在家里的亲人 死亡之后 并不会立即去安排火化 而是会在家中设置灵堂 由家人负责给他守灵 守灵的过程一般一到三天不等 守灵结束之后就会拉到殡仪馆 进行火化 在这里殡仪馆火化 也不是随意给你火化的 因为如果出现假死的情况 或者恶意谋害 火葬场可不担这个责任 因此去火化之前 必须要提供由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 火葬场才会给你安排火化 二 火化前的准备工作 人在世的时候也要讲究一荣一表 人死之后同样也是这样的 尸体到了火葬场之后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整理他的仪容仪表 这一点如果是一个正常死亡的人来说 这项工作还是很轻松的 但是如果因为出了车祸 或者重大事故的人死亡被送到火葬场 那这项工作就会变得极为惨烈 有的需要把断枝重新缝合 这是一种对心理和素质的双重考验 三 开始火化 整理完这一切 就会将尸体推进火化点进行火化 在火化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的一遍检查 检查尸体上是否含有某些金属物质 如果你想在死后带一身的金银珠宝进行陪葬 估计是不可能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影响火化的进程 因此都会被摘除掉 同时你身体里的东西也逃不掉 如果有心脏起搏器 硅胶等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内部零件也会被拆除掉 这一过程时间也很长 但是这也是必须要准备的过程 在完成这一切之后 尸体要进入炉子之中进行最后的火化了 人身体的骨头开始被烧穿 头颅骨开始出现破洞 这时身体里的内脏也已经开始被熏黑燃烧 你的内脏就好像擦一口十年锅的海绵一样 变得漆黑 点火八十分钟之后 这个时候火化过程基本结束 骨灰开始冷却 火化时为何发出尖叫声 你经常听说过那些传言 在火化炉之中经常会听到人的惨叫 这到底是这个人还没死 还是还要即将复活阴魂未散呢 各位你们知道吗 当人心脏骤停后 人的听觉并没有停止 在人死亡半小时后后 听觉系统才会慢慢消失 换句话来说 当人去世时 虽然已经没有的呼吸 但是还是可以听到别人的讲话 但是自己又说不出来话 浑身不能动弹 这种感觉将会持续二十分钟左右 当人死亡后听觉是最后一个消失的 所以当有的老人去世后 能听见家属的啼哭 从而有眼泪从脸颊流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说 人在死后的前三天不能被火化 人死后 灵魂将在体内睡眠三天 三天后 灵魂将从身体中逃脱 此时的火化可以使灵魂意识到他已经死了 可以安心离开 并生活在另一个之中 如果在头三天之内被火化 灵魂将被困在体内 并被火焰燃烧 并将遭受极大的痛苦 如果这样做 您将很容易获得报应 火化时为何发出尖叫声 从科学角度 其实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一 肺部的空气排除 这一种是最常见的尸体发出声音的现象 由于我们死了之后 肺部还残留着气体 这些气体受到高温所带来的高压 就会随着空气一起排出体外 在排出体外的过程就会牵动声带 因此会发出叹息的声音 在火化炉中听到叹气的声音 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并不代表尸体后悔了 你也不需要将其拉出来 去问他是否愿意继续火化 二 尸体含有水分 人的尸体都是含有水分的 但是一般死狼的尸体 并不会发出声音 是因为含的水分量还不够大 但是如果说是溺水而亡的尸体中 就会含有大量的水分 遇到高温就会产生沸腾发出鸣叫的声音 三 尸体在火化炉中发生抖动 如果说声音还不够恐怖 那么在火化的期间 人的尸体甚至还会发出抖动 如果你有幸看到这一幕也不要过于惊慌 这也是尸体的正常现象 如果死亡时间比较短 尸体就很容易发生这种现象 因为你的肌肉和神经还残存着一些活性 遇到高温就会出现静蓝的情况 导致你的身体开始发生扭动 三 肉身效亡后 灵魂去了哪里 人死了 真的有灵魂吗 人死后 灵魂去了哪里 在佛教认为人是有灵魂的 万物皆有灵星 并且灵魂不灭 只是在轮回 那么 人死后 灵魂去了哪里 灵魂又有一番怎样不为人所知的经历呢 人死亡后 亡魂从黑白无常带到地府 经最终审判 再转世投胎 按正常程序 需要四十九天 如果四十九天后仍未投胎 那就永远投不了胎了 变成游魂也鬼 在这四十九天中 第一个七天和最后一个七天最重要 第一个七天称为头七 所谓头七最重要是因为人死后 刚刚变成中阴 还没有完全变成鬼 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为了让中阴明白自己已经死亡 需要抓紧时间投胎 所以要在头七大做法事 以督促中阴在有限的时间赶紧去忙正事 最后的七天也很重要 因为中阴投胎成不成功也就在这几天了 所以最后这七天也要重点做法事 帮助中阴顺利投胎 做法事 是找一些通晓阴阳的人 为亡魂超度 相当于阴间的律师 是为亡魂辩护 希望亡魂在阴间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和判决 同时也花点买路钱 打点一些途中的游魂野鬼 搞好关系 要他们不要为难心道的亡魂 少受点苦 能顺利进入审判程序 早一点投胎转世 其实火葬时 尸体可以说是被烧伤了 只不过烧伤的太严重 造成组织和脂肪被氧气消耗掉了 大多数变成了二氧化碳 水和一些氮流氧化物 但这也无法阻止骨灰中的钙等成分继续在生态圈中循环 而且那些二氧化碳水 氧和氮也会重新回到生态圈 继续这前面的故事 人死会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开始 当人死后 人生就如四季不断生长的花 回到多元宇宙中绽放 佛家曰 人死后 人的灵魂脱离肉身 去哪里 大多也由不得他们自己 大部分是随着自己的业力迁移 众入六道轮回 三善道为天道 阿修罗 人道 三恶道为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 人来到世上是有缘而聚 跟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以及所见 所欲之人都是一些恩怨瓜葛而相聚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人与人之间 无非就这四种关系 报恩 还债 被称为善缘 报恩 讨债 被称为恶缘 人把这此生的缘分耗尽之后 肉体就死亡了 灵魂莽生 再次转入六道轮回 只不过今生的夜报 将会在来世体现 不管怎样 唯有依心向佛 心存善念 今生来世才会有好的福报 在古代 古人对于生和死 几乎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并且还有一句流传非常广的画教 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 其他的都是小事 而对于丧葬的仪式上 古人更是将其演化得极其繁琐 而流传了几千年历史的 共同的大概有停尸七日 并且用白布将头也蒙住等等 早在古代 《孝经》中就有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的说法 并且这种关于孝道的说法 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也是古代为后世子孙 留下来的经典警示名言 到了二十世纪 土葬的地位才被火葬渐渐取代 而火葬也因为其环保的特点 逐步被推广开来 并且现在也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 给接受 可是火葬的条件并不高 在古代完全是可以到达的 为什么古代就不开始执行这种 看起来高效又环保的模式呢 一 古人为何不接受火葬 其实古人不只是不接受火葬的方式 而且是不接受任何把遗体毁坏的方式 为了能够把遗体保存下来 为了让遗体不腐烂 他们可以说想尽办法 古埃及人做木乃仪 就是一种把遗体保存下来的方式 中国人不做木乃仪 唯一的遗例是契丹皇帝 伊律德光打到中原来 不幸去世后 为了把他的遗体运回去 特地进行了防腐处理 中国人保存遗体的方式 有钱人会在遗体的嘴里放珍珠 珍珠可以让遗体不腐烂 比如慈禧就是这样 当孙殿英打开慈禧幕的时候 慈禧的遗体因为嘴里有一颗大珍珠 因此还面色如生 还有一种方式是墓穴里灌满水银 秦始皇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水银产生的蒸汽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现在人都不敢随意打开秦始皇的灵寝 一般人家没有水银和珍珠 但是总是努力把墓穴做得很干燥 在干燥的情况下 遗体总会烂得慢一些 这不只是要把遗体保留下来 而且还必须要遗体不能残缺 就算是现实生活中残缺了 遗体也要复原 这种要求完整的观念 还不止在身体上 还在其他方面 比如墓穴要做得像现实生活中的样子 有车有房有女人 要是现实生活中还没有结婚 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配一个闽婚 古人努力保存遗体 还有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他们相信灵魂存在的 古人认为人死后进入地下 失到了阴曹地府 最后被阎网和转生 这个过程中他的尸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古人的埋葬方式非常复杂 必须要有专门的道士 施工之类的引导 通过引导他的遗体 然后帮助他的灵魂到达该去的地方 既然如此 遗体怎么可能拿去烧掉呢 现代人就不一样了 人的生命消失掉以后 他的肉体只能是腐烂 就算是不腐烂 于这个没有思想的人来说 也没有任何意义 有了这个认识 就知道保存尸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于尸体的保存 或者修建坟墓 只是活着的亲人的一个纪念 和死去的那个人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再加上现在的土地 非常的紧张 如果地球上的土地都给死人占据了 那么活着的人也就没有空间了 所以现在提倡绿色 殡葬 而提倡绿色殡葬 首先就要拿去火化 2.为何佛教僧人选择火化? 大家都知道 僧侣们在生命结束之后 一般采取火化的方式来处理遗体 火化在佛教之中 而被人们称之为 涂皮 意思就是将元祭后 僧侣烧成灰 然后把骨灰在集中 安顿在寺庙里的一个地方 生死是生命的必然现象 佛家对于死亡的态度 有其独特的理论 处理方法也有着独特的仪式 总的来看 体现着一种文明的形态 佛家 藏仪力求简单 隆重 且特别不允许 在丧葬期间 以杀生的 无心招待亲友 不可以酒肉 奋心来祭祀王者 灵前则以伟花 蔬果 原石 贡差 花篮 花圈等 也适可而止 除了桑家和代表性的亲友 致送树对花篮 以及树福婉莲 婉额已表示悼念之外 不需要大事铺张 从佛家角度看 早在佛教问世之前 印度的桑葬形式 就以火葬为主 释迦牟尼佛涅盘后 便实行火葬 并在教规中 要求僧侣实行这一葬俗 认为火葬是善和光明的象征 把火葬推举为一种 吉祥和高尚的葬法 关于佛陀的葬仪 据佛经记载 佛入灭后 居师纳成的居民聚集 各自准备了香花 到沙罗树林供养佛的遗体 供养七日后 在黄昏时 移灵至床上 到了城东门 平留在各街巷 行烧香散花之礼 男女老幼供养后 出城北门 到天官寺 将床置于地上 在这里 佛的弟子阿难 先以静香汤洗玉佛身 接着用五百张静白布缠身 安置在金棺中 然后灌入麻油 再将金棺放在大铁锅中 并在寒木锅包裹其外 最后起火燃烧 查毕后 获得无数佛舍利 当时有八国国王 接前使来迎佛陀舍利 以便践踏供养 从此 火葬成为出家人 最崇尚的藏仪 成了佛家弟子生活 及理想的组成部分 成了他们人生 归宿的唯一途径 火葬也就约定俗成了 佛教信众唯一的藏俗形式 佛教僧人自古以来 用火化的方式来处理身体 原因是不是因为在古代 僧人因为无受待见的原因 所以要死得干净一点 死后变成一把灰 随风而逝 其实不是恰恰相反 佛法提倡的历来都是 重生不重死的一个态度 所谓的重生不重死 是指 我们一定要在 我们还能活着的今天 在这个无常的世间 今天既然活着 就一定要去找到 自己如何去活着 让自己能够活生生地 成为一种存在 大家知道 佛家有一句话叫 招文道 这里也是指我们每一个人 去找到自己存活的意义 找到我们人生 能够与这个宇宙世界 相融合的一种方式 去找到我们的心 能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 相连接的一种平衡 所以佛法提倡的 众生不重死 指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 身心安顿 先不要问我们死了之后去哪里 我们死了之后 要如何对待我们的色身 我们不妨先问自己一句 就在我们依然活着的今天 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 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 迅速更迭的时代 我们如何去安身立命 我们如何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小情怀 如何去融入整体的大情怀 如何去找到我们个体应该存在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去思考 作为一个个个体 在整体当中应该去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所以大家不妨都问问自己 我们把今天活好了吗 我们把今天的这颗躁动不安的心 安顿好了吗 所以佛门当中提倡的这种火化的方式 它是重生不重死 重视我们在当下的自在与解脱 而传递出来的一种洒脱的态度 我们所拥有的种种 无论是财富、名利、眷属、荣耀 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它只是我们存在于世间的过程当中 它伴随我们 跟我们产生了关联而已 面对生命真实的态度 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 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 做到了该完成的事情 到了人生的终点 我们也可以潇洒地 不留任何遗憾 告别这个人世间 这就是真正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死后也不占用这个世界的一点资源 这就是佛门看重的 真正认识生命的意义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虚伙 您的支持 启丹 applies 理员 赞 念员 队 宝溇 队